再来看陈水扁家庭所设的四大弊案之一龙潭购地弊案本月十一号在台湾高等法院三审宣判 判处陈水扁吴淑珍十一年有期徒刑 而即将入监服刑的陈水扁十七号做好了搬家准备 陈水扁吴淑珍夫妇龙潭案判刑定验 积压在台北看守所的陈水扁将在近期入监服刑 据台湾媒体报道陈水扁已经打包准备好 十七号下午由扁办秘书江志明雇了一台三点五吨的卡车 领走十八箱个人文件物品与一大袋衣物再往扁办存放 被宜间做好准备 江志明还表示陈水扁写好未寄出的一封家书 他也会送到陈水扁的台南老家内容尚未公开 十七号上午陈水扁妹妹陈秀琴陈秀金也到台北看守所探视陈水扁 而针对陈志中控告一周刊求偿案败诉一事 江志明转述陈水扁认为陈志中在选前遭判败诉 就是因为要打压陈志中的选情 他希望陈志中继续勤跑基层争取选民支持 不要被这起判决打倒 至于吴淑珍如何服刑 台湾媒体报道称吴淑珍身有残疾 所以台法务部门可能在台中一所监狱附设的医院里 画了一个专区 目前正在加紧赶工 对于吴淑珍是否确定入监于此 台中监狱不证实也不否认 谢谢 谢谢 字幕提供